静音苏远 正会为辱 你真的 坚信 民心坚信 会是其会 那豁然大悟 这叫辱 辱符发藏 可见辱 为其会 正如之意 其会跟正如相同 一节法化尽种 辱符之间 种之如此 你能辱进去 华严经上讲的 心 结 心 真 真就是真如 只有心结 没有心真 叫佛修 有心 有真 叫修佛 修佛 最重要的是信心 无论 难以老少 喜与不孝 一般讲 你有学问 或者是没念过书 都不要紧 问题 只要你有心 有心不解 没关系 但是你要有心 你一定相信老师 老师教你这个心法 那个法门就是帮助你得定的 给你一本经书 叫你天天要念 一天念十个小时 你果然真干 懂不懂 没关系 认识自己行 当中有自念错了也没关系 不要紧 他只要你这样 这么去做去 那是什么 用这个方法来收心 你不打妄想了 你没有杂念 用这方法收心 是修电的方法 到妄念不生的时候 你定功成就了 念上几年 真的就得三美了 再过几年的时候 火然大悟 智慧神 目的就达到了 智慧一线前 这个金里头的意思就全懂了 不用说的 全懂了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金 谁传给他的 没人传了 华言经 谁讲给他听的 法华经 谁讲给他听的 《建徒三经》 谁给他讲的 他都没有学过 他怎么知道的 他在大丁当中 见到极乐世界 见到花藏世界 他什么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人晓得 他全知道 所以他能说一切金 一切金怎么说出来的 众生更新 全球方便 说这一切金 这一切金 你看看 他的原理原则 教你了解四世真相 管 然后教你放下烦恼吸气 先关后指 先指后关 指关同时 可以灵活运用 没有一定的 完全看众生的记忆 适合哪个就用哪一个 一定叫他开悟 一定帮助他 守住 一心不乱 叫他定下来 叫他静下来 不是叫他动 那 定久了 他开悟了 悟后 没有一样不如法 戒定回三世就圆满了 那个戒什么 道公节 定公节 在定的时候 是定公节 开悟的时候 道公节 圆满了 为什么 你们有一个我念 你们有一句往事 没有一样不善的行为 不就通通去除了 所以戒定会三学都圆满了 我们念福 念到功夫成拼 戒就圆满了 就居住结了 戒的用意在哪里 防飞之过 你飞没有了 过也没有了 就结局圆满了 那是真正的 诸佛如来所制定的戒律 不是假的 帮助我们回归自信 已经回到自信 就一切圆满 如字太重要了 如难 如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